好 OK OK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請問一下有使用過這個新報酬系統跟過去相比 你覺得哪個比較好用 然後差別在哪裡 新的報酬系統它當然比較好用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很清楚的告訴你說 當你想要報酬的時候你之前要準備什麼 中間會經過什麼的過程 然後接下來它會下一步在哪裡 那在之前的情況之下這三個有時候是混在一起 所以就比較不確定說我這步之後上一步要怎麼做 那你會覺得說這次其實算是藉由網友提案導致這個整個改版 然後你也曾經公開發文在當時是有預言講的 你認為這算是一個領執嗎 是 我覺得在當時就是網友提案的時候 大概也沒有想像到說可以一下子就跳關變成說 我們就在那個年度馬上就把所有批評指教的這些朋友們 不是說有糖吃啊 是要進廚房來一起做糖吃 那我覺得這樣一種翻轉式的想法 它是一個里程碑的一個重點 就像也有媒體朋友們提到說 這是第一次提案的這個連署人 這個發起人 不好意思 這句話 好 好 也有媒體朋友提到說 這是我們重點平台少數的這個提案的發起人 不但提出問題 他自己就具有解決問題這樣子的能力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是非常少見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這是一個里程碑 那你會覺得說你會鼓勵說有更多的民眾的參與 你不像這樣子提案啊或者是想法 藉由這個案例有沒有更激烈的作用 當然我們除了在重點平台提案之外 其實也有總統北黑客宗 然後也有各種社會創新相關的方式 簡單來講就是希望大家看到路見不平的時候 就直接拔刀相助 就是不要覺得說哪件事情要等著政府 或者等著立委或者等著議員來質詢 任何人都可以去扮演這樣一個看到這件事情 怎麼樣可以做更好 就把它做好給政府看的這個角色 OK 好 這邊謝謝 好 謝謝 對 我們兩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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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快 對啊 那你們要坐過來嗎 你們好多操 我們就在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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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可以麻煩幫我從衣服寫出來 對 就是從 要不然我從後面拉也不可以 好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喔 我看你給我很多問題 你四題 蛤 四題 這尾三題 你四題 然後學長五題 好 對 其實大部分都叫我處長 可是又在部長 蛤 蛤 剛剛不知道你不是我學妹的 哦 好 視線那裡看好像好 視線看一下 那椅子要不要搬嗎 不用 不用 好 好 我們就先講一下說 你覺得這個新舊的這種系統 它最大的差別是在哪裡 這個差別主要是在前置準備的時間 那以往民眾要花很多的時間來做前置的準備 那大概以我本來看大概要花了四十分鐘 才能打環境 一些安裝的元件準備好 那我們改版之後 那基本上準備的時間只花 全中就可以了 所以可以大乎減少民眾整個月內的一個準備的時間 就這樣 那另外就是說 在使用的流程 介面 還有使用者的經驗的部分 也做重新整個的一個大的修復 這樣 那當時為什麼這個放水系統要改版 是為什麼契機而推動這樣的改版 當然 這是第一個 是提案人在網路上的一個議題 那藉由這個 我們剛剛實施這個 由唐鳳母政委主委 主黨的這個開放政委 還有連絡人的一個制度 那我們財政部也非常重視 這樣的一個新的一個制度 也落實的去執行他 那最重要的最後就是說 我們聽到了網路上 民眾他撥訴人的一個聲音 當時民眾是怎麼講的 然後後來那個他們的 應該說他們的意見有什麼不一樣嗎 那個意見 當時他們就是抱怨這個系統很難用 那也提 裡面提供了很多的這個 專業性的一個意見 那就是說這個部分在 我們財政資訊中心 是比較缺乏這樣的一個人才 那多年來比較少去注意到 那 因此我們就決心要來做這樣的 徹底的一個改變 那在這個改變當中 是由誰開始進行這樣的規劃 以及推動 從政院這邊主導呢 還是從政院這邊主導呢 應該是這麼說 呃 開放政府這個議題的一個協作會議 那政府的結果呢 政委都會跟院長報告 那 當時候院長也很支持 這一個案子 那於是呢 我們由部長就下令 財政資訊中心 要全力來執行他 這樣子 所以我意思是說這個系統 它最後是 兩邊協助共同去設計出這樣的一個系統嗎 還是說是怎麼樣讓這個系統 它可以出現的 對 當然由高層的一個指示之後 我們當然因為民眾的聲音裡面 包含許多專家 學者還有使用商的便利 那 因此我們是後續 後續我們就邀請提案人 故意人 專家 學者 政務部門 還有這個實際的使用者 來共同 來研討 我們這種開了四次的一個工作方的一個會議 那整個我們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來做的 來完成的雛形的一個設計 那最後用五個月的時間 來開發出一個系統 前前後後我們大概花了 這種召開了十六次的一個會議才完成 主要是四次工作方會議 跟十六次的大大小小的會議 所以大概就是從提案到結束 大約是一年的時間嘛 就讓這星期長出來 當中我們遇到你覺得 最困難的是什麼 最困難應該是這麼說 就是 民眾在協作會議提供的這些 我們只要畫出一個藍圖 那 事實上 怎麼去收容民眾的意見 專家學者的這個專業的一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 面臨比較大的困難 所以在後續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後續 整段的一個期間來講 我們就請行政院PITES小組 來這個團隊來協助我們 才有辦法做出一個最完整的一個收容 這樣子 那最後就講說 信系統出來你覺得民眾的反應怎麼樣 這個部分可以從幾個數字來看 第一個就是說 去年來講 MEC報稅的部分 大概只有三萬兩千多件 那今年使用線上版的報稅 大幅增加到七萬八千多件 那大幅成長了 1.45倍這樣 所以你覺得就是民眾留言的反應回饋 也都是很正面的嗎 目前我們從這個申報的一個建築 他們的問卷回收的結果 我們發現整個那個滿意度高達百分之九十六 都相當滿意 那另外我們也從這個媒體 我們剛開始上線的時候 媒體的報導啊 也很完全的說認為我們這個做得還不錯 也充滿了一個正能量的一個評論 好的 OK 結束了 謝謝 謝謝 你剛剛講的那些滿意的這些 我都會發圖表 所以你剛剛講的 我另外有 有 有 在一起做這個畫面 好 好 對 先把人訪完 就在原地好了 好 那我要換到 一樣 好 那我一樣再 那我講大聲一點 這是一個影片還是什麼 這是一個影片 我可以裡面放 哈哈 他會一直在循環播放 對 我可以要在循環播放 好 那這個一樣放 好 你這個有辦法可以從衣服伸出來嗎 謝謝 你緊張的耶 不會不會 還是有機會送吧 很好 麥克風還會摩擦到衣服 好 對 不好意思喔 然後 好 這樣可以 這 這裡 好 好的 等我啊 所以我要朝著你 不要 你視線試看 看我就好 對對對 開箱 好 所以這就是新系統的影片 沒有 超過的過程 還有教學影片 喔 有教學影片喔 太好了 這個網路上有嗎 有的話我們就去下載一下 對 所以你們其實可以回去自己播 就可以 愛說小畫面 走小畫面 但是可以拍一些你們操作的樣子 對 好 來 我們就先講一下 當時怎麼會想要提案去建議修改這樣的報稅系統 因為五月一號上線的時候 中午吃飯的時候看到Facebook上面所有的朋友都在罵這件事情 因為我周圍也是一些U.I.U.T.設計師 然後他們就覺得這個設計怎麼這麼難用 然後一群人在上面批評和罵 然後他說最好應該要幹嘛幹嘛幹嘛 可是他覺得這個在政府上面發生的機率是零 我就覺得真的是零嗎 然後我就想 然後我就知道 因為 剛好四月的時候我去聽到唐鳳肥的演講 他說 政府有個平台可以上去提案 請大家都去提案 我就嫉妒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想 五月他說有這個平台我就去提案了 然後 提案後續就是這樣發生 你當時提案內容是怎麼寫 然後怎麼樣或政府是怎麼樣回應的 其實我對報稅真的很不懂 對稅務完全不懂 所以其實我寫我只是簡單寫而已 我覺得這個造成的影響很大 然後甚至就是 我覺得那個標題也是 我在邊吃飯的時候邊 先簡單寫 就覺得報稅系統很難用 難用到爆炸這樣子 對 然後下面我也是大概說 你這個那麼難用造成的稅務人 要解決很多問題 大家又看不懂 大家都要花時間 那這件事情有沒有更好的解決方式 其實我沒有寫得很明確 然後我就先想丟出去 讓 因為它上面可以討論 我想討論完之後再來連署 可是 可是在討論 可以討論七天 我討論到第二天的時候 我就看到財政部就發新聞稿 然後我就說發生什麼事 他們動作 不是要連署嗎 他們就說不用 不用連署我們直接來做 喔 所以他直接兩天後 就直接新聞稿來回應 對他們開始連署 喔 等於是他們回應提案時間 只有兩天而已 差不多 對 兩天 那後來你是怎麼樣跟財政部 去合作改善這個系統 你有去 出什麼樣的力嗎 那因為我是提案人嘛 所以他們其實每次 他們會 開一個寫作回應 去理解說 這個東西到底 出了什麼問題 那我就以民眾的角度 我也邀請一些朋友 一起 一起討論說 這到底是出了什麼問題 這樣子 然後 後續的中間的 跟廠商的討論 跟製作 那跟工作坊的時候 我也是 我也是他們其中一位 那個 專家的身份 去協助他們 工作坊的進行 所以一直到 上線前 我們都還有一個 賴群組 就說 OK 這個版本出來了 大家看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以提供應見 這樣子 上線後 都還有一些朋友 因為你知道是我做的 所以會 碰到問題的時候 會tag我說 在Facebook上 tag我說 這邊有問題 可不可以解決一下 那我就會再把這些問題 再回傳去 到那個賴群組 再給蔡子重心 那邊的書 你會覺得 過程當中政府的態度 是很主動 積極的 一直想要去群搞問題 在哪裡 我覺得 的確是 要把問題解決 然後 我覺得的確 他們有 他們的難處 不過 他的確有在想辦法 說這件事 可以怎麼樣做 可以更好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跟財政部合作 我有點驚訝 說這真的是公務員嗎 會半夜晚上九點回我訊息 這樣子 對 所以算是非常的積極主動 對不對 那就是 那你覺得說 對於現在 你這樣經過了一年時間 從你提案 到這個後來新系統上線 只有一年的時間 對 你對於這樣的結果 後來出來這個新系統 滿意嗎 你周圍的人又是怎麼說的 你自己以及周圍的人 我突然之間 就變成一個那個 因為我說 這件事是我 除了當酸民在網路上罵之外 的另外一個選擇 所以 周圍的朋友 除了Facebook的朋友 都叫我酸民 我就是酸民的表率 突然紅了一波 大概在五月的時候 這樣子 然後突然 對 那 對我影響嗎 對 我覺得其實是 我去研究出一套 怎麼民眾跟政府合作的方式 去解決這個系統上出的問題 而不只是罵的方式 對 他們過去可能很 系統上線之後 就不知道怎麼去再去搜集說 還有哪些問題 然後他就是 就是用一些 呃 其他的方式去 擋掉這件事 那這件事 可是現在這一次是 呃 朋友說碰到什麼問題 然後我這樣直接傳回去 然後發現 啊這是BUG 然後趕快再去解決 解決之後 之後民眾就不會再碰到這樣的問題 那這件事情是 是 之前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對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蠻不錯的 就像你剛剛說的 其實是就是 好像變成說 你可以跟政府協力的完成一樣東西 而且本來那個民眾 他的聲音是非常生氣的 為什麼坐在這邊就有這個問題 那我 然後我去跟他講說 這個問題 然後解了大概 兩三天之後解了之後 他的反應是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好 這動作這麼快 這真的是政府的運作效率嗎 對 對 那你以後會勉勵有更多網友 就是不要只在網路上面當酸民 會提出更多建設性的想法嗎 那當然啊 對啊就是我那時候 因為就是 出來之後唐鳳也寫一篇文章 那還寫說這個是一個叫卓志遠的人 突然之間我Facebook的流浪就增多了 就很多人說還加好友 然後馬上我就寫了一篇說 其實重點不是 你去肉搜說這個卓志遠是誰 重點是你可以成為下一個被唐鳳擊敲的名字的人 對 你多去 你要去提案 你就是下一個被提起對不對 你不需要來找這個人是誰這樣子 不要 你應該做的是你自己自己 好 結束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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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回答非常好 真的是你去副中演講的時候 真的 演講的時候 對 副中的 副中笑聲